大家好,欢迎来到特拉华大学 我叫胡旭佳,是一名特拉华大学大四的学生 特拉华大学一共有七个学院 我们也有多于145个专业可以供本科生来挑选 我们也有一流的研究生学院和语言中心 特拉华大学始建于1743年 是美国最古老的一流大学之一 我们学校有很多著名的校友 有美国的副总统乔治·拜登 新泽西的州长Chris Christie 以及人人网的创始人陈一周 纽瓦克市是一座环境优美 民风淳朴的大学城 在这里您开车去华盛顿及纽约 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去费城与巴尔地摩也只需要一个小时 而去费城国际机场只需要40分钟 全美500家大公司 其中的一半总部都设在特拉华州 特拉华州的化工以及石油 居于全国首位 在全美众多大学当中 特拉华大学的许多学院及专业 都拥有极高的声望 我叫张静怡 来自陕西西安 今年大四 来美国已经是第二年了 我是通过西南财经大学的2加2项目 来到特拉华大学的 这个项目就是说我在西南财经大学会上我的大一大二 然后来到特拉华大学读大三大四 毕业之后通过学分的互相认证 我会同时拿到西南财经大学和特拉华大学 这两所学校的学问证书 我的课语时间在国际学生办公室作为一名助理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地方就是国际学生办公室的一个办公楼 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活动中心 类似于活动中心 每周的周五我们会在这里举行Coffee Hour 我来特拉华大学之前呢 我在英语ELI上过一段时间的书 我觉得ELI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培训你的英语能力 因为在ELI里面 我学到我的英语不仅是飞速班的增长 而且那里面的所有的老师都很愿意帮你的忙 我去年在厦门大学留学 待了一年学习中文 我特别喜欢我爱上吃饺子 回到特拉华大学以后 我很想念中国中国文化 现在我在ELI的英语英语学院工作 帮助留学生适应特拉华大学的生活 我们为留学生去很多的活动 比如你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个语班 联系说英语帮他们学习中文 我们还每一年有一个新年晚会 你还在担心下课完之后 自己没有任何的课议活动吗 其实你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 在ELI有大概400个 有400个registered 而且是比较活跃的一些社团 我就是中国美国社团的社长 我们做的活动有 比如说包饺子 然后教汉语 各种各样的活动 然后挺多美国人喜欢的 在这个美丽的校园当中 特拉华大学的学生享有丰富的课语生活 经常都会看到体育场里 学生在观看学校间的体育联赛 为自己的学校加油鼓劲 学校的体育馆也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锻炼场所 在主节当中学生可以品尝和体会到不同国家的饮食文化 所以来特拉华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就申请就是楼层管理员 我通过组织各种楼层活动 还有宿舍楼之间的活动 以及各种大型的校园活动 使我对美国学生有了更加深入的接触 也真正的了解到了一些比较正宗的美国文化 特拉华大学以做学术和科研为主导 以及教会学生如何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和难题 特拉华大学的IceLab是一个科研和做实验的中心 在这里学生和教授们可以在课堂上讨论学术知识 并且可以直接去实验室去体验学术的过程 和梨化清零论坛的邀请 做题为Phil Sales 大家好 我叫程建国 我是美国特拉华大学的孔子学院的院长 我们的在国内的合作伙伴是国家汉班和厦门大学 我们从成立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中美文化和语言的交流的工作 Hello my name is Nancy Guerra and I'm the Associate Provost for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t 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We have a range of programs here to provid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for our students to br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cholars to our campus and to extend our reach around the world we have over 3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cholars who call University of Delaware their home and for our students and scholars we provide at our new international and graduate house over 40 dedicated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to make their experience even more enjoyable here 当你是大学新生的时候 当你是大学新生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的专业干学哪个的时候 你不需要很担心 因为他们所有专业都很好 所以等到你们大阿大三的时候再选择专业的话 那也不会晚 就拿MBA专专业来说吧 我们专业每学期都会多次邀请来自商业以及金融领域的专家 与我们一起探讨国际的主流问题 另外我们专业在亚洲 欧洲 澳洲都设有海外交流课程 这样让留学生的我们不仅在认知自己的 专业之上又可以与国际接轨 谈到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特拉华大学 我觉得学校的文化非常有包容性 学校有各种各样的学生 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 大家都能够彼此友好和尊重 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继续留在优地 成为一名研究生的原因 我觉得优地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在学术方面的更加专业化 也不仅仅是它能够提供更多的平台 更多的机会给我们这些国际留学生 可能更重要的是我在优地感受到了 也让我更加确信了 没有什么做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的这个想法 我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 我在不断地突破自己 不断地挑战自己 也在不断地了解我自己 在优地这两年里 虽然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学到很多 所以说非常感谢优地 我希望你能来美国 特拉华大学欢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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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